2016年8月11号,百个时事为您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来看中国报的评论,题为,你为什么要看奥运? 上届伦敦奥运,一位外国记者向中国选手提问, 你是一个只会拿奖牌的机械人吗? 发人真词。 中国报真子曰专案作者真子权认为, 人们看奥运或者奥运好看,残忍的原因之一, 就是这些或精彩或可恶或赞或骂的运动机械人。 而这些运动机械人只记得一件事,就是拿金牌。 作者进一步写道,你看了奥运,转头就去捉精灵, 但那场比赛已经是许多运动员体育生涯的终点。 你想的是精灵在何处,他想的是家在何方, 即如何面对家人和国党。 作者说,其实,现代奥运负争议性, 才是你看奥运的原因。 写到这里,作者不禁感叹, 这就是人生,看人生起,看人沉沦。 还有一些眼睛业障重的人, 看到运动员的健美身材, 就情不自禁地释放内心深藏的原欲, 这也是人生。 接着来看新洲日报的评论,题为抽水精灵宝可梦。 精灵宝可梦有多红, 作者写道,从搞政治,搞宗教的都要插上一脚占便宜, 拉关系来看,就知道了。 比如有人说,为了保护教徒的坚定信念, 这个游戏要禁止。 作者不禁嘲讽,原来意志力可以如此薄弱。 就像这样衣服穿得很清凉的女生, 就会引起男士想强奸她的欲望一样, 搞政治的,也可以跳出来指责这游戏, 没有像电影发展局那样, 区分成马来文和非马来文的奖项。 游戏要是没有马来文的选项, 要如何推广本土科技公司和人才, 造成私人界和华人公司都不要聘请马来人, 搞得政府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聘请马来人当150万公务员。 金灵宝可梦真是个好东西, 配上一个为了你好,保护你,捍卫我族之类的话, 搞宗教及搞政治的人永远都不嫌多, 可以尽情抽水。 久而久之,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, 叫做崩的久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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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